现在整个程序都已经完成了 在我们智杰课中 米勒熊吃的是鱼与蜂蜜 小朋友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 动物都是什么食性吗 智杰课熊博士就来带领大家了解一下动物的食性 动物的食性大概有三种 分别是直食性动物 肉食性动物与杂食性动物 直食性动物就是以植物作为食物的动物 在自然界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植物是不被动物所取食的 而在动物中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 都有许多专门以吃植物为生的种类 肉食性动物 肉食性动物是指以草食性动物和其他肉食性动物为食的动物 可分为一级肉食性动物二级消费者 二级肉食性动物三级消费者 前者如瓢虫 有以猪也 teto 蜘蛛 蜘蛛等以草食动物为食者 后者以前者为食 如狼 蛇 鹰 狮 狮虎 狮 狮 狮豹等以肉食动物为食者 其中 狮虎又呈大型肉食动物 杂食性动物 在哺乳动物中有很多类别是杂食动物 它们和人一样 既吃植物性食物 也吃动物性食物 这种以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为营养的习性 称杂食性 也叫饭食性 小朋友们现在知道动物的食性了吗 和你身边的小伙伴讨论一下 看看你们所知道的动物都是什么食性吧